由我結婚開始到生小朋友 的確是在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候 做爸爸 現在有三個小朋友 經常跟他們都很親密 坦白說我都很珍惜 每一個時刻跟我們玩 跟我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我享受的事情 我有時都說我以前拍攝自己 可以很小就生小朋友 有老婆有家室 但跌轉的時間 我認為不可以再更完美 因為所謂建立好一點的時候 才有家庭反而更好 只不過唯一不好的就是 如果我再年輕一點 可以跟他們玩的時間又再多一點 其實我沒有太多看 要誠實 都去做回自己 跟我以前說的一樣 我們做的藝人 我們不是想去為觀眾 而塑造一個怎樣的自己 我自己的價值觀就是 我們要盡快把真正的自己搬出去 讓觀眾看到的就是真正的自己 因為我活在現實世界中的自己 就是這樣 但相反來說 如果你要塑造一個類似偶像 一個不同的自己 而那個你一定會有忘記 放下的時候 就會穿在原來 你塑造的自己 跟真正的自己不一樣 而觀眾就會比較難去接受 所以我經常說 好的不好的真的就是拍胎一樣 好的不好的你快點讓出來 愈遲養的話就愈嚴重 可能我們 我已經不是這樣看了 已經不是女生三點式 是我認為我們自己的生活 都覺得開心 小孩子又開心 有時我想把它採取為一個記憶 但同時我也想 將我們自己生活上 一些比較開心的東西 跟別人分享 我以前的確是有一個比較保守 而且是做得好一點 就不想小孩子出鏡 盡量少見一點自己 但後來可能自己都叫 想開通了 可以說 我覺得跟別人分享 反而更開心 我不是說每次都要特別推廣 但有時候分享一下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經常都覺得 生小朋友 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情 而且絕對不會後悔 坦白說 拿我自己而言 生小朋友結婚之後 我才開始明白到 人生是什麼意義 因為原來 等於我們以前讀書 你讀biology 其實他的第一課 第一題說什麼呢 就是reproduction 不是色情的那邊 而的確是繁殖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怎樣去繁殖 我們的 offspring 怎樣去保存我們的下一代 這就是最傳統的東西 原來人生就是這樣 基本上是 由我結婚開始 到生小朋友 的確是 在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候 你做了爸爸 現在有三個小朋友 經常跟他們都很親密 坦白說 我都挺珍惜 跟他們每一個時刻 跟我們玩 跟我們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我享受的事情 有時候都說 我以前的圖案 自己可以很小 就生小朋友 有老婆 有家室 但是跌回轉 那個timing 我認為不可以再更完美 因為所謂的事 比較建立 好一點的時候 才有家庭反而是更好 只不過唯一不好的就是 如果我再年輕一點 可以跟他們玩的時間 又再多一點 第一時間 我們自己都要學習 有時候 很奇怪 為何做父母 是很想保護小朋友 但是 當你做太多 為他們 反而是 有一個叫做反效果 就是我們 拿走了他們的能力 例如說 其實他們有能力 去保護自己 有能力 去處理某些事 但當我們幫他們做了之後 他們沒有做這件事 變成 很尷尬 有時候 亦都想他們快些去成長 快些他們有獨立的能力 有的 我經常都提醒 提醒Amy 就是 短一眼 那些小朋友 拍攝的朋友 就走 尤其是激氣的時候 都提醒Amy 就是 放開一點 小朋友 短一眼就大了 這是一個過程 這是一個享受的過程 所以有小朋友 我們經常都說 是 是love and pain 同一時間都進行的事 亦都我們需要接受 因為人就是這樣 就算我們生我們出來 我們不是擁有他們 而是大家都學習 如何在同一個空間 共同生存 其實我們沒有特別說 去做些什麼放閃 其實沒有的 我們做的 和我剛才說的一樣 我們大家就很努力 如何去維繫 叫做夫妻之間的關係 我自己深信 如果夫妻之間的關係好 他們之間充滿著愛 家裡的環境才充滿著愛 而小朋友才可以 在愛的環境中長大 而他們的笑容才有陽光 當他們笑容有陽光 才可以感染到其他人 當他們明白到愛是什麼價值的話 他們才懂得我不是 我一定要是這樣的 才能令到他們和之後所發展的感情關係 都希望可以維繫著某些陽光存在 也都是坦白說 我們做的事 只不過是想把愛的這件事 而叫做傳達開去 基本上是 我比較是 更加明白到現在的家庭 有時都要分得清晰些 就是說老婆、老公一個關係 接著就是父母、小朋友 另一個關係 千萬不要全部當成像咖啡 那樣 就只有父母和子女的關係 就完全沒有了 甚至很多時候 現在我和很多朋友聊天 都說的確是放棄了夫妻之間的關係 好了 到父母、子女 子女離開了之後 就剩下父母兩個人 這就是老婆和老公的關係 如果你荒廢了很多年都不動的話 那不是大家 好像只有感情 沒有愛情 又完全沒有了我們所謂 正式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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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應該要存在的 亦都這樣說 亦都不容易去維繫 但是 雙方都要花時間 精神 需要 雙方都要花時間 你也要去做事 而維繫關係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